欢迎您收听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王牌进化》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无天 双色微凉 魅影 第476集 斯科特一手推开身前紧张飞成如临大敌的一名重剑士 这奇力之大足以令那个人亮枪了 而斯科特却恍若未决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死不明目的人头 这梦框当中愤怒 屈辱 快意 激动等各种的神色是交错闪过 他几乎用一种发泄的语气幸灾乐祸地说道 德尔塔 原来头颅的主人就是艾伦身边最为信任的总管 乃是一名紫衣魔法师 素来都与这个副宝主斯科特是个死敌 两人多次都闹到要决斗的份上 但是却是被这艾伦公爵给压了下来 而德尔塔的头颅这时候就忽然间说话了 他吃力地说道 艾伦公爵一席 快去支援 德尔塔的头颅断面口处围着一条淡红色的羊绒围巾 那条围巾上面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诡异的光芒 看上去就仿佛是这个围巾有自身的生命似的 一个人的脑袋被斩掉以后 肯定会因为失险过多而显得干瘪 收缩 苍白 恐怖 但是德尔塔的头颅给人的感觉呢 却是肌肤当中都被充满了一种粉红色的液体 这就仿佛是那条淡红色的羊绒围巾 正在代替心脏 不断地供给这个头颅生存所需要的养分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副宝主斯科特看着口唇吃力捏鱼的德尔塔 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说什么 德尔塔的头颅嘴唇颤抖着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愤怒 倘若这是肢体完好的话 相信这老家伙已经用手挟指着斯科特怒骂了 艾伦公爵在竞技场附近 遇到敌人的猛烈袭击 快去救援啊 德尔塔的头颅在说话的时候 口中已经飞溅出了几点粉红色的飞沫了 这眼中鼻中耳朵里都流淌出来一些粉红色的液体 涓涓地汇集到了下巴的下面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和惨烈 斯科特用手摸索着肩长的下巴 沉吟着说道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身受大功与公爵所托 目的就是要守卫及流宝 必须小心谨慎 艾伦大人神威无敌 怎么会被敌人轻易困住 你们将德尔塔法师的头颅拿过来 一些机密的事情还得小心可对 我进去与他仔细问清楚细节再说 斯科特的这个举动谁也指不出他的不对来 虽然德尔塔一时之间虽然也身之不妥 但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他 斯科特打了一响指 旁边一名红色的巨剑士立即打不上前 提着德尔塔的头发将之拎了起来 然后跟随着斯科特大步走进了堡垒内部的密室 躲在广场外围的方林叹了口气 马尔赛愕然地望着他 方林淡淡地说道 我替这个德尔塔叹气 这家伙也算是一个中仆了 哪怕是头颅被斩下来也是死不瞑目 要赶回来报信 只可惜了 马尔赛用更疑惑的眼神望着他 可惜进去以后 斯科特就根本不会给他说话的机会 直接杀了他了 然后他在坊屋这个德尔塔 是敌人派来的奸细 意图将主力诱出基硫堡当中全奸 很可能斯科特自己 还会用苦肉剂受些伤 哎呀 真是愚蠢啊 方林似乎有些异性阑珊地叹了口气 说道 也不知道他口中的愚蠢 是指的代理宝主斯科特呢 还是说这个忠心耿耿的魔法师德尔塔 旁边的一宁黑铁中盾锯锤势 忽然间怒吓了一声 一胡说 马尔赛立即用那双赤红色的眼睛逗了过去 顺手一锤子将那名黑铁中盾锯锤势 咚的一声打得是狼狈翻滚 在轻蚀的地板上 划出了一条长长的身痕 石蟹飞扬中 这个倒霉蛋勉力支撑起身体来 却是浸入寒缠 在旁边乖乖垂首站立 抹着嘴巴边的血痕不作声了 这时候林音秀他们也已经赶了过来 林大美女在商战当中混迹良久 还没等到马尔萨将这话问出来 立即断言说道 这个德尔塔必死 斯科特因为自己的野心贪固冒进 本来就损失惨重 担心无法给回归的艾伦公爵交代 在这焦头烂额之际 艾伦公爵被敌人围攻 无疑给在黑暗当中的斯科特 指出了一条光芒大道 艾伦公爵一死的话 不仅斯科特最大的心病 损兵折将 损失惨重的事实 就不用再向谁交代了 并且就代表着 他这个聚宝主正式的转正 在邪恶大公再次派人下来之前 他就是居留宝说一不二的主宰者 所以艾伦的死 对斯科特有百利而无一害 公爵的是 这件事还不用斯科特亲自动手来做 所以这个德尔陶必须死 他来报告的消息就算是真的 但现在也变成假的了 他这个本来就应该死的头颅 也应当切切实实地 回归到死神的怀抱当中 话音刚落 只听得李明的会议厅当中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一道刺目的闪光耀眼过后 周围的人都被映照得似乎眼睛都瞎了一半 然后就是斯科特难以自意的沉闷的痛楚惨叫声 接着他撞破窗户摔了出来 一身银白色的脸体盔甲上都满是凹痕 就连那把从不离手的长脊也脱摔出手了 斯科特满脸是血的 淒厉的叫着说道陷阱杀了他 而斯科特口中的他 自然是那名携带着头颅而来的红衣忍者 那个红衣忍者本来就没有丝毫防备 这件事情猛人间是急转直下 虽然他行动敏捷无比 措手不及之下却先中了一刀了 然后就是乱刀纷纷落下鲜血击喷 这个家伙呢 却还是能够若一只鸟一般直冲天际 可是在上冲的过程当中 却不知道有多少武器斩在他的身上 上去的时候还活着 这落下来的时候却已经是个死人了 然后就被乱刀分尸不成人形 红色的忍者服混合着鲜红色的血肉 惨白色的骨头渣死 看起来是更加的惨烈恐怖 变起仓促 这名红衣忍者本来在基流堡当中的威望颇高的 而出手杀他的人呢 都是斯科特的亲信 这不禁令周围其余围观的人 都生出了大量的遗团 尤其是艾伦公爵的亲信都纷纷站出来 怒骂指责 但是 回忆室里面当中 忽然间门户又一响 德尔他的头颅已经从里面飞射了出来 肌肉浮肿 呲牙裂嘴 嘴巴张得极大 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利尺 是支持斯科特的咽喉 看那样子 要死死咬住斯科特的要害 不死不休 好在此时 忽然间有一名紫衣魔法师 从塔楼的料往窗上出现 用魔杖指向了这个十分恐怖的头颅 一道通红的火球袭来 将那个头颅炸裂成了漫天的血雨 在远处观看的方林却是淡淡的一闪 斯科特计划当中的破绽 在这个深邃的黑暗当中 对于旁人来说 十分之难以捕捉 简直若白棘过际 一闪即逝 但是对于方林来说 却简直若在放大镜下一慢动作回放一般 方林是并非第一次接触 这个圆桌武士事件里面的火球术了 早在之前与梅林交手的时候 就已经遇到了另外一发 威力更大的精密火焰弹 并且将之彻底的吸收了 所以对于这种魔法火球术的基本原理 他是知道的极其清楚的 那就是只能碰触到敌人 才能发挥出威力来 但是那名魔法师所发出的火球术 却是在德尔塔头颅外17.4厘米处爆炸的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就是那名魔法师根本就没有攻击德尔塔的头颅 而是随意的打出了那一发火焰弹 这就等于是里面的会议室当中 直接有人呢控制着头颅的飞行路线 与其说是那一发火焰弹瞄准那个头颅而打的 还不如说是那个头颅正好被强行卡在了火焰弹的飞行轨迹上 只是那个法师呢 大概是不愿意耗费太多魔法力的缘故 这才出现了这个根本不能算是破绽的破绽 遗憾的是 他遇到了方林这个变态 对身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变态 他所做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一点能够隐瞒得了方林的眼睛 因此这一切作为对于方林来说呢 其实就是一场可笑的闹剧而已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方林的梦演意记忽然间给他传来了提示 你获得了连续任务 即艾伦公爵的危机 任务目标拯救艾伦公爵 任务成功条件 护送艾伦公爵成功回到激流堡 该任务可以与友军共享 但是友军所共享的任务性质 不是为连续任务 而是隐藏任务 方林突然间恶然了 脑海里面顿时电光石火般闪现起了 当日击杀驴者以后获得的那件神秘的道具 图塔卡蒙王的骨牌 这块骨牌乃是旅者的任务物品 它不仅给方林一个做到了F部的连续任务 同时还换取了一只A级道具 圣甲虫母虫 此时这个做到了F部的连续任务 却忽然间被激活呈现在了方林的面前 方林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下任务 艾伦公爵是什么人呢 乃是邪恶大公加利波底的弟弟 乃是圆桌武士三世界难度的终极Boss 若说那三英雄能够做到这一步 方林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愚者一行人出手围攻加利波底 至于动机嘛 却是再简单不过了 这是愚者的试探 完成不了主线任务 无非就只有两个后果 一是扣除积分和潜能点 世界评价狂跌 成功回归梦魇空间 二是直接抹杀 倘若方林的主线任务惩罚呢 是被直接抹杀的话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同样强悍的剧情Boss联手 合机愚者的大好机会 他是绝对不可能错过的 这就说明愚者对自身的实力 那是何等的自信 丝毫不畏惧敌人的夹击 倘若方林继续缩在鸡刘宝当中 杀掉艾伦公爵以后 鸡刘宝那个士气肯定会跌到底骨状态 本来邪恶大功的势力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叛逃 投降的现象 听说真正的领袖被杀以后 那么攻打鸡刘宝只怕是易如反掌 方林一行人就算能逃 又能逃出多远呢 所以说这一招可是一招堂堂正正的阳谋了 方林现在是不得不接招 也不能不接招 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 若是任凭艾伦大功被杀 那么自己从此错过了以后 只怕再也没有这种大好击破愚者的机会了 他想活着回到梦魇空间更是千难万难 所以方林立即接下任务 心中既没有被愚者轻视的懊恼 也没有感觉到机会来临的喜悦 留存下来的乃是平静 当然除了平静之外还有压力 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重的压力 若是这个压力放在了别人的身上 那么早就将之活生生压垮了 但是放在方林的身上 却是压力越大 斗志越近 方林迅速地分析出了自己当前的局面 和可以借助的力量 那个惩戒骑士斯科特 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支援的 他不上去从背后捅一刀子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请求他出动援兵的人的下场 已经是昭示得相当清楚 就是一堆无可争议的烂肉了 不过 方林将目光转向了旁边 直打瞌睡的马尔赛 这个凶名赫赫的血纹中盾 巨锤势已经是打起了呼噜来 被方林这么一看之后 他整个人都是恶寒地颤抖了一下 就连身体上面的盔甲都是叮当地撞击出了一阵的轻响 马尔赛在和方林一阵的击哭之后 魏索夫站了出来 和善地露出了两个黄色大门板牙 微笑着 那个模样仿佛是大灰狼在无耻地拿着胡萝卜右拐的小白兔一样 马尔赛立即双手交叉在了胸前 他十分疑惑地看着韦索夫 韦索夫呢 嘿嘿嘿笑着不说话 一双贼眼看了看旁边的两名恶然的黑铁中盾巨锤势 死屁赖脸地凑上去 马尔赛着脸机抽搐着 强忍不适 若鸡卓米一般点着头 听着韦索夫交代的话 最终只如是重负地将这家伙推开 繁星满天 说不清的星光在天空当中散发着冷冷的光芒 映照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半夜以后就起风了 四下里的风声呼啸的就像是在惨叫一般 方明的双目闭着 须蹲了下以后 将两根手指点在了光洁坚硬的青石板上 乃是在进行准确地探测周围的动静 他的精神力探测本来已经足够应付一切局面了 但是他还是要用插地的方式来进行确认 可见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何等慎重 更是使得旁人深刻地感觉到 这个外表看起来温和闭目微笑的男子 骨子当中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刀锋的冷 探着眼前这座巍峨高耸 号称不破的激流宝的大门 方明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冷冷从牙缝当中挤出了两个字 进攻 于是立即有一名黑影 如同鬼魅一般地直接沿着城墙 无声无息地攀岳而上 而且还有七八条或高或瘦或肥或胖的人影 从旁边的宝路上迂回而去 因为激流宝前方的攻势还没有被攻破 所以大部分的防御力量还被布置在了外围 那七八条人影 轻易地他收服了几个人 方明给出的理由呢 很简单 若是艾伦大公遇刺的事情是一个骗局 那么这个骗局已经结束了 敌人知道计谋被识破 肯定早就撤退了 若斯科特一定要处罚呢 无非就是一个擅自行动的风流罪过 理由呢 还是堂堂正正的 是为了担忧艾伦大公的安危所犯的错误 斯科特能怎么样啊 他敢怎么样啊 艾伦大公一回来 嘴上不说 心中必然是欢喜的 正好啊 是凤赢上官 但倘若这个消息是真的 其他的东西不必多说了 艾伦大公一被杀 他们这群亲信的日子 能好过到哪里去啊 说不定还会被邪恶大公所迁怒陪葬 若是成功冲出去 赢就成功了 那么激流宝当中的势力 毕竟会出现大清洗 那自己这些功臣的位置 肯定要向上边挪一挪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